走了六天 漁民技術性登上太平島 海巡署還準備夜點衝擊 其中一艘載著媒體的海籍利號 卻傳出漁業署準備罰則 再等他們 三位記者拿著船員手冊 跟著漁民一起依法申請登船 出來前也經過海巡查驗 但海巡署卻在登島當天 隔海喊話 表示三名記者 已遭原船公司解雇 而海籍利號也沒有再雇用 違反漁業法最高可罰45萬元 你既然已經讓他們出海了 而且要到太平島了 那你現在就用嚴苛的 這樣的一個手法來對待他們 實在是有失功允 另外海籍利號屬於活魚搬運船 只能點對點運送 這次前往太平島 被漁業署認為偏離航道 恐面臨吊銷船執照 它其實有違反好幾項規定 我們還在做蒐證 要推定 還要做確定 所以還是有可能會罰 當然不排除各種可能都有可以 行政院似乎鐵了心要罰漁民 而蔡總統對漁民自發登島 一句問候也沒有 臉書上PO出 綠營黨功背影照 嘉許為黨船默默努力好多年 歷史會記住這一天 不過也被網友回嗆 歷史也會記住 你沒登島互主權 說好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但遇到國際事件 蔡總統閉口不談 行政院 國防部 漁業署接連出招 彷彿登太平島的漁民 才是蔡政府眼中的敵人 記者張卡亮 張良浩台北報導 中天電視全身製作強黨大戲 美好儀帶